云南的虎跳峡是世界为名的十大经典徒步路线之一 在最初是有很多外国游客来到这里 这里在国外比在国内还出名 虎跳峡是位于这玉龙雪山还有哈巴雪山之间的一条大峡谷 是分为上虎跳、中虎跳还有下虎跳 我们昨天是去了上虎跳 那是水流特别急的一个地方 今天我们所走的是从西雅阁客栈到中虎跳 中间的一个高虎跳路线 全长17公里 我把车停在离徒步口还有3.5公里的地方 都是为山路走过去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在那里它是由两处大桥横跨山谷 这如今也是成了一处咽喉之道 景色开始变得美了起来 登到了山顶一处 通往中虎跳 前方就是为玉龙雪山 还有近沙江 现在是走奥特巴道拐到达了山顶 用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在下面就是为这大峡谷 是继续前行 这道路呢它一侧是为悬崖绝壁 这一侧就是为这虎跳峡的大峡谷 这真是山有多高 水有多高 没有想到到了这么一个位置 还有一片的溪水流下来 走过木桥 景色很绝啊 走到了一片客栈区 茶马客栈一个位置 这也是为一个民宿的集中区 到上面的观景台去看一下景色 这个观景台应该是他们市民所修建的 应该是为一个民宿的顶部 还有一些喝茶的地方 哇 如果是到了下午来的这个位置 在这里住一下 看一下日落和早上日出 景色特别棒啊 还有拍照点 是一个催落 前面就是为这非常有名的御龙雪山 在前方呢 它有一个星空旁 还有一个室外游泳池 应该不是围鱼池 好大的仙音掌 并且呢很多都开了花 又走到一个村子 中途客栈这里 从盛盈客栈到这里 它这个路的景色还是挺不错的 中途客栈呢 是一个中转和休息的地方 在这里呢是可以吃饭 还可以住宿 我们去看一下它这里 非常著名的双丝拟阳台 哇 看一下这里景色 也是以这御龙雪山为底板 还有非常著名的天下第一侧 这段路呢 虽然是景色很棒 但是呢也是较之前的山路 比较的咸一些 再加上现在是下了一些小雨 比较的湿滑 下面就是为这大峡谷 近沙江 这里呢才是真正的悬崖绝壁 较之前的路呢是抖了很多 大家看 旁边是很垂直的下去 并且下面的路 都是为这种不平等的山路 大树所开出来的 我们要靠近内侧 突然呢是起了风 下起了雨 在这呢是不敢向这个旁边所走啊 看一下下面 不知道这个水会不会流向这个金沙江 现在起了风 走在这里还有些摇摇晃晃 由于部分山路呢 它是塌掉了 只能沿着这个碎丝 小心行走 哇 越靠近这个瀑布 风也就越大 大家看一下 哇 快速穿过 回过头来 给大家看看 刚才所穿越的瀑布 是不是特别美 灵然景色 突然之间开始冷了起来 现在是风越来越大 前方有很多道路呢 都已经被这水所打湿 但是我们要开始快速通过一下 避免这个雨越下越大 下面呢我是突然遇到了一群羊 挡住了去路 并且呢他们都在盯着我 我该怎样通过 没有人所看吗 他们应该是在这里避雨吧 我要过一下哦 在这呢和之前前面的路全都不一样 现在越往上走 它的风也就越大 也许是因为这下雨的缘故和风 让道路开始变得不好走起来 再往下呢 几乎就没有像样的路 都是沿着一些碎石向下说走 现在呢是下午三点 我们现在到了这中峡旅舍 这条徒步路线呢 可以说是让国外游客给带活的 但是呢如今这很多国内的游客 也纷纷喜欢这条经典的徒步路线 从纳西亚阁开始出发 到中峡旅舍 这一段呢它是为17公里 是在山上弯弯绕绕 但是呢你不用过度担心 就算你不是专业的徒步人士 在这里也不会有什么困难 它整条路线几乎是没有什么岔路 你一直沿着这个路往前走 只要你不灵机一动 随便开发什么新的路线 几乎不会有什么问题 它每走一段 几乎在每一个小岔路 通往村庄路呢 它都会有这个直路牌 你只要按这个箭头一直往前走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是一条非常经典 很成熟的徒步路线 这条路线呢 它在沿途的补迹点还是比较多的 并且还有好几处 它是有客栈的 如果一天你玩不成 你可以在这里休息 从早上的停车地开始算 我这一天大概走了是20公里左右 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徒步的17公里 一天都是可以完成的 如果你从中午开始徒步 在晚上可以找一个地方住下 看日落日出 第二天上午 再走完后半程也是比较好 所有的山路呢 它是为悬崖绝壁 紧靠着山体 视频看起来是比较闲 但走起来呢 还是比较好 但一路景色呢 也是比较的多变 如果是比较累 就是刚开始在爬升的时候 走28道拐 那里的路是比较绕一些 它这有一个进化部分 就是为这周五条 可以从山上下到这离江水很近的地方 有三条线路 大多数人会选择从一线天开始进去 从天梯开始出来 但是呢 这条路线 它是因为特别的原因 是刚刚封掉 这呢 就是我们这次特别爽的一次 虎跳峡徒步 下地方见